大家好,欢迎继续观看简易任务管理系统的这样一个实战课程 在上一节课里面呢,我们对这个整个课程做了一个大概的一个介绍 包括了这个课程的一个简介,然后呢是针对了一些培训对象 然后呢是我们这个课程的一个整体安排和学完这个课程所要达到的一个目的 最后呢,我们简单的为大家演示了三个开发工具 好,这节课呢,我们主要来说的是这个前单这块的一个项目搭建 这里面呢,主要分为标准的一个项目结构 这个呢,是由工具为我们创建好的一个比较标准的一个结构 第二个呢,是我们自定义的一个项目结构 什么呢,就是说根据工具的搭建好的这样一个结构来进行一个简化 然后呢,组合出适合自己的一个项目结构出来 第三点呢,是LOD与NPM的一个安装与使用 第四个呢,就是为这个前端项目安装依赖库 这个呢,我们就会借助一个前端的一个管理工具 再之后呢,就是我们这样一个课后任务 这个呢,就是我们这节课的一个大概安排 好,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标准的一个项目结构大概呢,是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真正的一个项目的一个目录 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test 也就是测试 因为真正在这个企业界的一个项目中的话 这个测试是非常重要的 通过它呢,来能够保证我们的这个代码质量 也能够保证它上线后能够达到预期的一个效果 好,怎么来创建这样一个标准的一个项目结构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来通过工具来进行帮我们创建 好,这儿呢,我们是用的WebStorm 这个地方我们选中AnglaJS 为什么要选这个呢 因为我们的这个前端项目 就是通过它来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框架来使用的 所以呢,我们在这儿 给它创建一个 简单看一下 就在这个桌面上创建一个Demo Project 好,这儿已经有一个了 删掉 看一下 它就在帮我们下载文件 然后呢,把它创建好了 看一下 这个里面呢,就包含一个标准的一个项目目录 另外呢,是一个测试的一个目录 还有这个是GetEnglaw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呢,是用于原代码版本控制工具的一个 忽略文件 还有这个JS-Hite的一个配置文件 之后呢,是我们这个Bower 这个呢,就是我们待会儿要说到的一个前端的一个依赖管理工具 这个Cumber呢,是一个测试的一个运行器 然后这个License 也就是我们开发一个项目要必须要设置这样一个授权协议 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个项目说明文件 Redmi 这个呢,就是项目的一个介绍 所以呢,一个完整的一个项目大概就包含这些内容 我们可以精简的有哪些呢 我们可以精简的有测试这一块的内容 所以呢,我们不需要这一块 但是其他内容我们都是需要的 所以我们通过它来创 再来改进我们的一个结构 应该怎么来做呢 好,这个时候我们就来创建我们自己的一个项目 看一下 我们自己创建什么呢 是要简化的一个目录结构 怎么个简化呢 这个地方 在创建这个项目之前 我们就先来把第三个内容先给大家说一下 也就是load和npm load呢,它是一个JS的一个运行时 也就是说它能够在我们 让我们这个JS能够执行 能够达到后端程序的一个作用 npm呢,就是load package management 就是说load的一个包管理工具 所以呢,用它们两个有怎么用呢 我们来 不管现在说有什么用 我们现在把它安装一下 怎么安装 直接进入它的一个官网 当然是这个地方 这里有一个LTS 就是long-term support 就是说长期支持版本 这个呢,我们就不管它 我们就用的是4.2.1 点击下载之后 它默认会根据我们这个系统环境 给我们匹配最合适的版本 这里呢,我们已经下好了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安装就好了 好,直接安装 很快的 安装好之后的话 我们可以怎么来测试呢 也很简单 安装好之后 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命令行里面 输入load-v 可以看一下 它打出了一个版本 4.2.1 说明我们已经安装成功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npm了 因为npm是跟随着这个load的安装包 一起安装的 我们输入npm更为 它也有版本好出来 所以 说明我们这两个都可以用了 好,这个呢 是load和npm的一个安装 好,我们接着 跳到刚才的一个上一节部分 就是说目录结构 应该怎么来搭建 这里呢 我们就先进入我们要创建的 一个项目的一个路径 我是把它放在这个tms里面 tms什么意思呢 就是 就是我们的这个task management system 就是任务管理系统 这里面呢 我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呢 是我们的connect端 另外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sever端 因为我们要做前后端分离的 但是为了让它放在一起的 为了让它挨得比较近的话 我们还是把它放在一起的 这两个呢 一般来说 可以作为独立的两个项目 来管理 所以我们各自就在内部去做 这里呢 我们就需要用到很多命令行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 我们怎么来出示一个项目 我们就需要用到npm init 这个地方的话 它会帮我们来做这样一个配置 比如说名字是什么 这个地方就是tmsconnect 任务管理系统的客户端 好 版本1.0 描述我们就不写 入口点 我们暂时也不管它 好 测试仓库 关键字 task task management 作者 我们就直接写一个 然后开源的我们就写一个t 然后yes 好 这样子的话我们这样一个pandkit.json就创建好了 接下来就该创建我们的一个标准的一些目录了 那需要哪些东西呢 一个是我们的资源文件加叫assets 还有什么呢 还有我们就可以参考我们已有的这样一个目录结构来进行其他的一些内容的创建 其实主要是这一块 另外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根 叫什么呢 我们给它创建为index.htm 实际上我们每一个项目在真正在创建的时候都会使用哪种方式去创建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网上的一个一些看源项目 当然这个是它的 学不管它 我们看这种情况 每一个项目的话它都会有 大概都会有这样一个src这样一个目录 这个目录做什么呢 放我们的一个原代码 然后this.json是放我们构建之后的一个代码 然后test就放我们的测试代码 所以呢我们也可以学习这样的一种方式 把所有的这样一个文件全部放在我们的src里面 但是这个package.json它就不是属于src里的原代码级别的 它呢是属于我们的一个项目文件 所以应该是这样一个结构 好现在我们把这个结构给打开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找到我们的这样一个东西了 tms 取消 哦 这点错了 tcollect 看一下我们的collect才是我们的一个项目 好 所以打开 看一下 就是这样子 这样子之后的话 我们还有一个什么工具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 前端的一个管理工具 因为我待会要安装一些插件 所以说我们要怎么来安装呢 先回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话有一个安装依赖库这个内容 这个内容就要学习我们这个前端的一个依赖管理工具叫bower 我们要使用bower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要使用bower 所以说我们要先安装 看一下 我们默认执行是没有反应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安装的话 就要用npm install bower 这个地方有一个杠机 这个就是说global 就是全局安装 这样子的话我们才能够 直接在这个控制台调用bower这个指令 这个地方我们就等他安装一下 很多时候 这个由于网络环境我们这个很难安装得上 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更改他的一个仓库地址来进行一个安装 好 这我们就等他这装着 因为可能会比较慢 另外的话我们选了一个依赖库有哪些呢 切query 然后呢 安格尔 还有一个是 htm5 bonner plate 应该这么读啊 这个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这个 一个脚手架的一个工具 就是说他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模板 我们可以在这里可以看的 我们可以在这里可以看的到他的 好 我们在这里看一下 他呢是一个专业的一个全端模板 能够创建快速的 非常棒的 然后还有这个 知识印的这样一个web应用程序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用他这样一个模板 他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看this里面 看一下 它的是css inbg inbg 然后gss 然后呢有一个index页面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看一下这个index.htm 因为我们主要学的就是这个东西 他这个呢 就是他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架子 由于他这个架子呢 面向的是更高层次的一个浏览器 为了更好的兼容低版本的话 我们看一下 这个给我们生成的一个项目 里面是怎么用的 看一下 它这个里面其实也用到了我们的这样一个 bono plate 所以呢 所以呢 它这里面的一些样式都是会使用到的 所以呢 我们完全可以照搬这样一个结构过去 比如说这边的一个结构 我们可以直接 拷贝过去 然后再来去更改 好 直接过来 这个呢就是我们标准的一个 这样东西了 然后这个里面我们需要放哪些内容呢 这个里面我们主要放的 这个东西的话 可以分门别类的去放 我个人的习惯是放一个plugs 这个里面呢 主要是放我的一些插件的 比如说我们的一个angular插件 然后jquery插件 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本身来说我们用bar这个管理工具来管理的话 我们已经不需要这样一种方式去做了 可以直接在这个bar components里面去引用 但是为什么我现在要这样去做呢 这样做的一个目的的话是为了方便共享 很多时候在使用这个bar进行初始化的时候 我们没法去 由于网络环境等各种原因 我们没法去初始化这些项目 所以让我们把它作为一个项目的一部分进行一个初始化 来进行处理 好 注意看 这儿应该是安装成功了 这么久 好 安装成功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用bar来进行安装了 这个时候如果要生成一个bar文件的话 bar配置文件的话 我们可以使用bar init 好 我们不管什么都选了 好 好 这些我们都不选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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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们可以选n 其实我们选n和y都一样 好 加入 注意n 好 这儿要注意到小写 必须要和它的一致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项目里面 是不是多了一个bar的一个配置文件 这个name的话 其实是和这边一样的 由于这个地方我们写了两 有两次 所以说这儿我们只写了一个 好 这样子的话我们的一个bar就安装成功了 安装成功之后 我们就应该用它来进行我们的一些插件的一个安装了 比如说 jquery这个东西我们就可以这样去装 我们不需要自己去下 在后面加个sale的话 就是说 不仅要把我们安装好这个 同时呢 它要来改这个body json这个文件 把这个依赖像给我写出来 然后安装的话 由于我们没法直接去访问它的一个官方网站 因为这个是谷歌的 所以说它被这个方向拦截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通过bar进行下载 它呢是通过gethub这样一个地址来访问的 所以说没有问题 另外呢 我这里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份 已经下好的一个最新版的一个包 所以说可以直接在这里看一下 好 注意看这些细节 因为 我多个任务是切换着来的 因为这个 每一个任务的可能会比较耗时 所以呢我就切换着来 好 这边呢已经下好了 注意看 这里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这里说我们的get没有安装 所以呢它是没法使用的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安装一下这个get 好 get的话我已经放了一份在我们这个 这里面 所以让我们直接可以用它来安装 我们在哪下的这个get呢 待会我在安装的时候 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的一个地址 好 get的地址的话其实是在这里 我记得是我们就直接get吧 因为我这里用的是bin 好看一下就这个地址 getscm.com 在这里面的话我们就可以下载这样一个安装包 然后呢进行一个安装 安装好之后我们就可以用get这个东西了 所以呢我们现在再来执行一次 它就应该是就能够安装好的 好这个呢也是一个资源 把它放在桌面上 好注意看这个时候它找不到get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办呢 重新启动一下 好这个时候还在把我们这个get找不到 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 看其实这里已经有的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进入我们的一个安装目录 看一下在哪里有 好这就是它 好我们把这个路径的话作为它的一个环境变量来进行一个配置 好这个就会涉及到一些其他的一些东西了 环境变量system有个pass 这个pass就是我们的这个 控制台在找东西的一个地址 好我们找设置之后我们再来get 注意看它能不能找到 可能要等一会儿 这样关掉重新来一下 好没问题了看一下我们这个get已经生效了 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再来进行一个包installgquery 然后呢save 就能够安装好了 好等它慢慢安装 这个时候我们来讲Angla这一块的内容 安装这个包里面的话它会有这么多内容 实际上我们真正需要的最简化的就只有Angla.js 和我们的这个叫 Angla.js肉体都不需要我们就直接用它 所以我们直接从这里 考过来是最方便的 好了这个Angla.js已经有了 这个query我们看这边已经下好了吗 好下好了 下好了我们看这个包 你看是不是有一个依赖 就是我们这个项目依赖于gecoin2.1.4 这个地方也有它的一个目录了 好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把它 考到这边来就好了 因为我们这包的文件夹 一般呢是不会提到这个 版本控制工具上面去的 所以我们让它跟着项目一起走 那是最好的一种方式了 后来我们就再来看这边 作为一个 买APP 就是NGAPP 这个我们就暂时不管它 然后呢我们就要把这边的一个初始化的一些工具给创建好 好 基本的内容 就是引入我们的一个脚本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直接来引入 这些脚本我们现在因为都没有 所以说我们都不需要 现在我们最简单的一个脚本就只有一个 所以说我们直接找到它 注意看 这边的一个 ID的一个好处就是我们 比如说我们只需要输一个东西 它就能够出来 给我们指明我们的一个道路 你看 然后再输 你看就可以直接指出来了 所以它是非常实用的 这个时候呢 也是一样的 我们应该是用 JQuery 这个地方的话 Angela和JQuery的话是可以相互依赖 当然也可以不用依赖它 这里呢我们是用它的一个依赖的一种模式 好 那么通过这样一个步骤 我们整个的一个前端的一个项目 就一个基本的这个架子就已经出来了 当然还有还有构建之类的东西 我们这就不设计了 我们整个再来回顾一下我们这一块的 有哪些东西啊 第一个呢是用的这个load 另外呢是我们这个ball这个工具 然后呢我们模仿了这样一个 H2M5 BorderPlator 这样一个标准的一个模板来创建的这样一个项目 然后呢我们是用ball进行这样一个管理 好整个呢就是前端项目的一个搭建的一个部分 要注意里面的一些细节 需要大家仔细去思考一下 好那整个呢就是我们这节课的一个内容 在这节课之后呢我还有大家留了一个简单的一个任务 什么呢 就是给就是搭建好前端项目 就是按照我刚刚所说的这些东西 利用好 然后来搭建一个前端的一个项目 好那么本节课的课程呢就先到这儿 我们下节课主要来认识一下这个Coffice to Riptir 好我们下节课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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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